大家好我是益胜 歡迎收看益胜高利貸 在上一集的高利貸當中呢 我們跟大家介紹了台灣自行車雙雄 分別是9921的巨大 跟9914的美利達 我們從這兩家公司 在整個經營策略上的差異 講到了他們各自在毛利率 與稅後淨利率上的表現 最後呢還帶大家看過往的一個 經營績效與配股配息的歷史 那今天這一集我們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 食品股的雙雄 那台灣食品股的雙雄主要指的就是 1210的大乘與1215的普風 並且呢我們還會跟大家討論一下 存股族如果你存食品股的話 你所需要面臨的三大挑戰有哪些 那今天的節目內容即將開始 各位記得要支持我們最好的方法 就是記得幫我們按一下訂閱與分享 當然呢現在呢還多了一個選項 就是如果你想要進一步的支持我們 持續創作新的影片 那可以在你喜歡的影片的下方 用超級感謝這樣的功能方式 來給我們一個小額的贊助 那提供給我們更多的支持 那在這邊呢先感謝各位 那現在就讓我們開始來今天的節目內容 首先呢我們在節目開始前 我們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在整個通貨膨脹的環境下 食品股呢會受惠呢 甚至有一些人會認為食品股有可能會是 在通膨環境下存股的一個不錯的選擇 其實呢這背後主要的原因是這樣的 就是呢在全球三大農產品 包括黃豆啊小麥玉米 大家簡稱黃小玉 這個國際價格大展的環境下 導致於我們基本的生活開銷也跟著上升 那這就是所謂的通貨膨脹 像是呢很多台灣人喜歡去買這個鹹酥雞嘛 對不對 那也發現了這個鹹酥雞的套餐的價格 可能上漲了10塊錢 那這背後的原因呢 就是可能它食用油的一個原物料 黃豆價格上漲所造成的 而各位呢平常呢在吃的這個陽春麵 如果呢也發現它漲了5塊錢 那可能這也是因為呢這個麵粉的原物料 小麥價格飆漲所導致的 那最後就是黃小玉當中的玉米 那這個玉米呢 是很常被用來當作家禽類的赤料 所以呢一旦這個玉米的價格上漲 包括呢這些雞啊豬啊牛啊等等的 這些肉品的零售價就很容易呢上漲 而肉品的商品漲價投資者最容易聯想到的 就是國內的雞肉大廠 包括大臣跟朴豐 它的營收呢也會增加 所以獲利大家也會隨著呢有想像空間 它會跟著上漲 那當然呢對於股價就會有機會有所表現 當然呢這樣的一個想法完全是沒有問題 但是呢我們可以來看看 大臣跟朴豐他們實際上遇到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那首先呢我們在這裡先做一個歸納 那也就是呢 食品股它在這樣的一個時空背景下 它所要面臨的三大挑戰 不管你是短線操作者 或者呢你是一個比較中長期純股的投資人 其實你都是需要多加留意的 首先我們先帶大家來看第一張圖表 就是針對1215普風的部分 普風它從2021年營收就開始季季創高 那這個跟我們剛剛所提到的一般投資人的想法 就是說食品漲價 所以食品股的營收創高是吻合的 但是呢普風的毛利率跟稅後淨利率卻沒有跟上 反而呢是頻頻創下近期的新低 再來我們看到第二張圖表 就是1215大臣的部分 這個大臣跟普風的情況其實也是一模一樣的 在2021年中的這個營收啊 季營收是開始緩步的走高 但是它的毛利率跟稅後淨利率卻開始緩步的走低 那為什麼台灣的食品股雙雄沒有因為營收的增加而受惠呢 這個就要牽涉到我們剛剛所說的食品股 即便在通貨膨脹的一個背景下 各位還是要留意的三大挑戰 首先呢這第一大挑戰就是所謂的低價存貨的部分 一般人會認為啊 漲價對食品股有利的背後根本的邏輯就是 這個食品廠它可以用之前已經買好的 相對低價的庫存 然後呢拿去市場上以更高的價格賣出 所以這樣呢低買高賣的情況下 食品廠就可以賺到的價差就更多了 但是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低價存貨總會有用完的一天 那特別是呢很多食品它的存貨 總是呢它能夠存放的期間啊天數啊 不是呢像一般鋼鐵類的啦 這些貴金屬啊可以放那麼久對不對 所以呢到時候食品股的廠商它還是需要回頭啊 去補一些現階段已經價格走高的一些原料 所以呢如果他們銷售出去的商品價格是持續上漲 那當然食品廠還是可以繼續用低價買庫存 高價呢來賣商品的方式繼續賺錢 但是如果未來消費者不再接受漲價而拒絕購買商品 或是減少購買商品那食品股的廠商就沒有辦法 把他們高價所買進的原物料 然後用更高價的售價賣給消費者 而這個時候呢所謂的低買存貨高賣商品的策略 就會失銷那食品股的廠商的獲利 就會進一步的遭到壓縮 那這種呢收費低價庫存的體材 那各位有沒有感覺很熟悉 因為呢像在電子產業當中 過去啊很傳統大家所知道的 低潤股也是一樣的道理對不對 在旺季來臨之前呢 就會現在淡季呢相對低價買好買滿低價庫存 那等到旺季來臨時呢再高價賣出 可是呢相對的如同我們剛剛所講的 那他呢還是會有一定的份額 好那接下來呢這個食品股的第二大挑戰 就是所謂台幣的走勢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新台幣在今年2月 就一路開始貶值 差不多從當時的1美元對27.5元的一個新台幣 一路貶到1美元對新台幣29.5元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各位你要知道齁 台灣呢是一座小島嘛 在天然資源方面還是蠻欠缺的 所以呢我們有很多的原物料都是需要透過國外來做進口 而在整個台幣呢大幅貶值的情況下 普風跟大成這類的食品公司 他就必須要用更多的新台幣來採購原料 那也就是說呢他的購買成本會大增 另一方面呢普風跟大成大多他都是做國內的生意嘛 所以呢他們也沒有辦法像其他以外銷為主的電子廠一樣 能夠受惠於新台幣的貶值 所以呢一來一往相信之下他們的獲利又會進一步的受到壓縮 那可能呢大家就會問啊那可是我們平常在吃的食品啊 不是已經都開始陸續的在漲價了嗎 普風跟大成呢已經把增加的成本轉嫁給我們消費者啦 好那這個呢就可以帶出食品股的第三個挑戰 政府的管制 那大家可以看到齁這則新聞大約在今年1月左右的新聞齁 這個普風的董事長呢他就表示 營收創高但是獲利卻沒有跟上很可惜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政府必須要控制物價來保障民生嘛 免得呢引起民怨啊 那所以正是以上這三大挑戰 包括低價存貨 新台幣的走勢 以及政府的管制 那會讓整個食品股有營收上升 但獲利卻沒有跟上的一個現象 那接下來呢我們繼續來看到他們的財務面 就是整個股息股利配吧的一個情況 同樣的我們先從這個1215的普風來看起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圖表 普風呢他有連續15年配發股利的紀錄 那這5年的盈餘雖然表現也是相對的亮眼 可是呢像2021年他的EPS是5.06元 他就沒有延續前一年2020年6.18元 這樣的一個水準 那繼續創下歷史新高的起始 但是呢如果你在攤開普風一年的獲利表現 你會發現其實這一家公司在2006年以前 每年EPS想要賺個一塊錢都很難 所以呢從本業配給股東的股息自然就不多 但是呢後續EPS的一個表現 卻有很明顯的改善 那我想這個可能跟他在經營方向上的改變 有所關係 連帶他的盈餘跟盈餘配發率都跟著提高 而且他最近9年都是獲利的 而近三年的盈餘配發率都有70%以上的水準 算是不錯的 而且長期來看啊 現金殖利率啊 普遍大約都有5%到6%的水準 整體來講都還算不錯 那另一方面呢這個普風的競爭對手 就是這個121的大成 那各位可以看到 大成他有連續35年配發股利的紀錄 比普風的15年還要長 而這裡面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相比普風在2006年之前他想要賺1塊錢都很難 那大成呢則是在2006年以前 每年EPS大約都在1塊錢左右 那在2006年之後他的獲利更是穩定在2塊到3塊之間 那在2020年的EPS他跟普風一樣是創下歷史新高 來到3.9元 2021年去年的EPS則是2.32元 所以在獲利相對長期穩定的情況下 大成他長年下來能夠給投資人相對穩定的一個股息收益 那聽到這裡呢 醫生就想要對觀眾朋友發出一個靈魂的拷問 就是說呢 針對這兩家同質性算很高的公司來講 那麼你會選擇 過去獲利與配息相對穩定的大成 來當你的存股的標的 還是呢 你會選近幾年獲利跟配息都在成長的普風 那這個呢 歡迎各位可以呢 在下方的留言提供你的看法來跟我們做分享 好拉回來 節目的最後呢 我們再幫大家做一個小小的整理一下 今天節目的重點 首先呢 就是如果各位你想要存股存食品股的話 你可能呢 即便通貨膨脹的環境 你還是需要考慮到他們所面臨的三大挑戰 分別是呢 低價庫存 台幣走勢以及政府管制等等的議題 那低價庫存總有用完的一天 那台幣的貶值則會增加原料採購的成本 至於政府的管制則會讓他們的漲價的幅度相對受限 再來呢 第二點則是 普風是近年的獲利跟股息都有所成長 而大成則是歷年的獲利跟股息都相對穩定 這是他們之間小小的差異 好那最後呢 醫生在這邊再發表一下我的一個感想 就是說針對這個食品股啊 雖然他們有三大挑戰要面對 但是呢 有哪一個產業沒有挑戰的 對不對 而且呢 這些挑戰也不是今天才有 各位呢 你去攤開他們的一個K線圖 你會發現 普風跟大成 他的股價跟獲利的表現 其實呢 近期大部分都是往上走的 那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呢 市場對於這兩家企業 處理這三大挑戰的能力是相對肯定的 那我們反而應該要關注的是 普風跟大成他的天花板在哪 那這牽扯到就是一個更宏觀的問題 就在於 因為台灣每天要吃飯的人口就是這麼多嘛 那我們國內的內需市場也不算特別大 所以呢 相對的是不是也會限制了市場 對於普風跟大成的天花板 這才是我們想要存食品股時候 大家可能要留意的 特別是針對中長線的投資朋友 好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好那今天的節目內容呢 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如果呢 各位看完影片之後有什麼心得 也歡迎呢 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那下次讓義盛繼續帶你 探索台股的高利貸 好 好 順利貸 我們不說